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马来西亚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来 大约几年前吧 两三年前这样 我本人因为之前我是有跟着张老师嘛 然后跟着张老师之后 他们就讲有一个孔雀明王法会咯 然后就比较好奇我来看一看 我就突然怎么着觉好像孔雀明王和我比较相应啊 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学习了那个孔雀明王金啊 然后就开始在这边就比较喜欢在这边做志工 别人做志工 别人做工你是会觉得很累那种嘛 可是你做志工这种是老师讲这叫赚功德嘛 然后你就会觉得虽然你会觉得很累 可是到第二天你还是会精心充沛的继续做 收获嘛 收获 然后可以算是得佛法脉吧 这边啦 就老师因为你懂得老师他有很多技术方法嘛 然后我们就常常去跟老师去去其他的修行之旅啊 像之前老师讲九龙捧胜嘛 就我就只第一次严格去的话 如果严格来说我第一次去九龙之旅的话哦 我第一次就直接去中龙了 直接去中龙你不 然后那边老师也有跟我们讲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那边是老师在跟我们讲关于灵光的东西 这个东西 虽然老师不只在中龙那边讲南龙啊 马来冠营那边也有讲了 这就是其中一个时候 我那边基本上就是我知道了老师就是最基本的老师就是讲那禅宗几个话头嘛 父母卫生我全职本来面我死后我是谁以及我现在我到底是谁 就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灵光嘛 然后老师那个时候就是叫我们要修炼好做好收拾回我们的灵光 就这个是比较最主要在在那整个修行之里面比较重要的 然后老师有讲在在那边因为你懂老师他现在应该有一个一个叫释迦摩尼有话说他要准备嘛 他就是在那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边的那个释迦摩尼佛的那个后来者会为他建的那个庙里面找到很多的秘法 就就例如像什么啊像啊就是有他他我们在那边发现了很多像赤地的修行啊还有许多修正方法 这只是在首都而已哦然后我们去中啊中龙那个整个地球的黄庭点 因为之前我们去巴龙都是一条龙每一条龙的黄庭点嘛 然后这是整粒地球的黄庭点就修炼上比较有比较大的加成 然后去到了这个南比尼就佛陀的圣地嘛那边老师那边也有讲到一点东西 因为南比尼那个时候圣地嘛我们最好不要杀神那个那个时候可以偏偏就有很多蚊子来来算攻击我们 还有什么开银号攻击关靠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就讲了咯 释迦摩尼佛他那个时候还还割掉自己的那个肉啊来喂银啊 然后现在我们也一点小蚊子都定抵抗不了你之话要怎么成佛 就这是一个比较要考验我们定力的耐力的一个体验 然后老师在那边也有讲那个因为尼泊尔那边啊南比尼那边有很多寺庙区嘛 老师就要我们提到余神提到余星要我们一个一个走庙去看哪个到底是有开光了的 哪个没有开光他们的场性是怎么样的 就是老师有讲过就是你要分辨怎么开光没有开光就是如果没有开光的 他是一个如神体就纯粹画像纯粹雕像如果他开光光了的话 他就是眼睛是有神然后那个啊面部就算一关灯的话 他还是会微量的有一点微量微量的 开始本来我没有认识到孔雀明王的时候也也还好呢 就是比较比较就比较间隔一点的 然后我自从去了我完成了孔雀明王回来了之后 比较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也比较顺利了很多啊 然后做功课啊不是温习功课也比较温习比较好吧什么的 真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一开始都很好的现在更好了 这也不用说的嘛孔雀明王结界去佛法菩萨共同父子 真正的佛法相对于其他的佛法就不是那种啊啊啊啊 就只是念念经啊将我们做好人我们除了做好了之外 那那是一个前提然后之外我们还要好好的修行 做才能精神成就 否则的话那就叫煮杀成犯嘛盲修下恋 其实我一开始我们就在学佛法了的 然后呃明显来说我们我参加欧欧赛小之后 和之前我去其他的佛学团体啊明显是改变了很多 我们关系啊之类的就改变了很多啊 然后可以一起修炼啊什么的哦 就就就比较有空前时间可以一起聚一聚啊 还什么都不会比较冷漠还是啥 我只是记得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上次 呃我去尼泊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去我们去那个像尼泊祖庙 刚刚我讲的就是去转经纶的时候 我们啊好像类似什么 好像我们转错了吗 然后结果我们我还有爸爸都转错 结果全部都摔了一跤 老师就讲了你转错了了 我我我我我还好啦 可是妈妈一转就很跌倒 到了啊就就就差不多 我们就等着了就其实真的是在 还有一次是我们在那个那个啊 我就这个这个这次就只是我罢了 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去那个啊 金马轮的那个闭关营 那个时候就就因为以前我们都一直没有看到黄庭点 这回我们就找到了黄庭点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地方是你在这边忏悔的那个忏悔力是非常的强大的 我都感受到我这种鼓里水里的东西很痒 我在那边上外散开来爬出来很痒 但是我得忍着就差不多这几样 我是感受到一分清晴的 哎不是就算就是上有时候啊 我们来的时候啊有人会讲我们啊 变到变到好像脸很红啊还是什么气色很好啊 我妈妈以前她有得过病嘛 然后就脸色很长吧 然后自从来了黄雀冰王啊 和一些一系列的法会过后 脸色又润红回来了啊 然后再加上一些修炼啊 她脸色就开始回来了 就是开始健康回来了 就代表她很康复了痊愈了 油上脸会 F Гос辰 FChAny T生 Sort 是 吴用 骂子 那我 稳